玉里大桥南下路段因为0918的地震影响受损严重 被判定为围桥 为了加速桥梁重建的进度 8号先是进场拆除了桥面 约一个月内会拆除完毕而拆除期间 北上线仍然维持双向车道的通行 也请用路人在经过的时候要减速慢行 并且配合现场交管人员指挥和耗制来行驶 玉里大桥南下桥因为111年的9月18号地震影响 受损严重判定为围桥 为了加速桥梁重建进度 5月8号先是进场拆除桥面 大约一个月内拆除完毕 拆除期间北上桥仍然是持双线车道通行 请用路人行经时要减速慢行 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人员指挥 以及耗制行驶 那针对这个的话 我们会在拆除拆桥前 我们针对我们的结构物 也有去做了一个检查 以目前拆桥的部分 那在拆桥前 也有做了一个安全告知 那在拆除的过程中 我们在桥上也配置了一个监看人员 在桥底下也配置了两位的监看人员 那这样子同时如果万一有发生一个特殊情况的话 有一个监看人员可以紧急通知 我们可以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处理 玉立大桥由北上桥与南下桥组成 分别在1977年1994年建造完成 在拆除作业当中最担忧的还是遇到地震 由于地处地震带 工程单位非常谨慎施作 并且配置多族人马来监测 桥有17款 那截到今天为止 我们已经在拆了第4款 那我们是以最短的时间 我们预计是在这一个星期之内 这一个月 讲说这一个月的话 我们把这个旧桥给它拆除 把对台九线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那这座新桥的 我们是预计在24个月的话 看能不能把它都建成 提供一个交通用路的一个最好的环节 重建工程 在上个月初举办动土仪式 先将施作南下桥 并且开放北上桥工双线通行 待南下桥完成之后 再启动北上桥工程作业 整体工程预计24个月左右完工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